沒錯,除了打工的朋友之外 一些退休或延長的老友記 你們都一定要小心 因為賊人都會打你們的主意 騙你們或找你們的好處 講到打擊相關的罪行 和提高長者的警覺性 東九龍警區在這方面就做了不少工作 打擊各類型的騙案,警方一直不為餘力 東九龍總區刑事部 就進行了一個名為成網的行動 在大型商場、食肆和人流多的地方 向市民宣傳滅罪的信息 香港城市大學十多名學生 也有參加警方這次行動 幫助宣揚防罪的信息 鼓勵各市民幫助警方防罪 一應長者人口不斷增加 長者被騙也成為一個社會重要的議題 香港城市大學犯罪心理學博士 也進行了一項關於長者成為 騙案受害人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為哪幾類 和長者有關的騙案 大概分為兩類 第一類就是陌生人行騙她 另一類就是長者認識的朋友 親戚行騙她 和長者有關的騙案 騙徒其實是捉著長者的什麼心態 很多時候騙徒是很聰明的 他都會捉著長者 例如怕寂寞的心態 很多時候香港 很多長者都是一個人居住的 很多時候他都很想 有些朋友跟他聊天 騙徒藉著這種情況 跟長者打開話題 然後再了解他的生活狀況 從中去看看有沒有犯罪的機會 另外長者 有時候中國人我們都要面子 很多時候長者知道自己被騙了 但他都不敢報警 或者告訴家人 就是很擔心 會被人覺得他蠢 以及覺得沒用 所以他都會不說 但這件事正正騙徒看中了 就是有機可乘 長者人口增加 與長者有關的騙案增加 有沒有關聯的呢 當然有關係的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 09年每8位 有一位是65歲以上的人士 到19年每6位就一位 到2029年每4位有一位是長者 你說長者增加了會不會增加騙案呢 這個都不敢肯定 但我可以說長者人數增加 騙徒就會看準機會去向長者賣手 原因就是中國人都會積穀防機 很多時候長者都會自己儲定很多錢 甚至把錢放在家裡 這一點正正在賊人眼中 都是一個很合適的落手對象 另一方面如果香港長者 持續獨居的人數持續上升的話 亦都是騙徒乘虛而入 因為獨居的時候 長者遇到一些疑問 或者可能有一些人去問他一些事 或者請他投資 長者想問一問家人或者朋友 如果獨居的話 就似乎不是那麼方便 很多時候 騙徒亦都會藉著這個機會 去行騙他們 隨著長者人口增加 社會人士可以做些甚麼 去配合有效打擊和長者有關的騙案 事實上 長者我們應該要尊重她 甚至要保護她 社會人士包括很多 譬如警方、社工、地區人士 滅罪會甚至醫護界 其實都可以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去幫到長者避免被騙徒有機可乘 其中譬如警方都很好 我知道東九龍區防止罪案 都做過很多功夫 去教育長者如何 不要被人受騙 我們香港城市大學 有一班同學 來支持九龍東這一區 去預防一些騙案的發生 這裡見到 其實亦都可以有一些跨界別的合作 另外我自己過去一年都做了一些研究 亦都訪問過不同界別的人士 包括社工、醫護界、警方、銀行業的人士 他們各自現在都做一些事 不過他們亦都有一個看法 可以再走多一步 大家合作多一些 溝通多一些 從中可以減低長者受騙的機會 警方致力打擊各類型的騙案 而當中電話騙案是最常見的 你不要斬我兒子 我求求你 那好吧 你現在立刻在銀行拿30萬出來 然後我都教你怎樣做 吳Sir 我知道了 東九龍總區刑事部 是專責打擊電話騙案的 在處理這些案件期間 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呢 因為騙案裏面的受害人 往往是一些高齡的長者 他們將畢生的積蓄給了這些騙徒 令到他們萬景淒涼 根據過往的案件分析 我們發覺打擊騙案 最重要就是防止 我們警方會透過宣傳和教育 向市民提供最新的犯案手法和知識 這一次我們很感謝香港城市大學 為我們提供了很專業的意見 從犯罪心理學去否釋這些案件的發生 我們希望能夠藉這個行動 提醒一些高危的受害人 關於騙案的可能性和發生 另外我也在這裡呼籲社會各界 能夠與我們警方攜手合作 一起打擊騙案 如果遇到騙案的話 你有甚麼可以提醒大家呢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如果你遇到任何陌生人 以任何藉口向你索取金錢或者財物 我希望你保持冷靜 先和你家人或者你信得過的人 先商量 甚至找我們警方幫忙 然後才作出任何行動